我希望,我對這本書的期許是說 這個出版的計畫並不是一個我書寫的結束 而是一個改變的開始 那我在這邊也要再呼籲一下 就是監察院的張院長跟考試院的補院長 就是說我們的人事制度跟我們的審計制度真的要做出調整 否則很多人才進到政府部門 變成人才的分場 那麼多的稅金、那麼多的公務資源 進到公務門裡面變成了這個稅金的分場 就沒有好好的去能夠彈性的運用這些人才 讓人才能夠有發揮 也讓這些資源很多都是白白消耗在一些無關緊要 然後也沒有發揮它永續發展的一種效果的建設上面 這是我對新政府以及這本書希望能夠做出改變的期待 謝謝 大家好我是龔門燦鳥碑的作者于凱 好那今天跟大家講說這本書為什麼會出現 主要是兩年前呢 我跟一些公務界的朋友就組成了一個小組的討論 就希望針對這些對政府上面的制度或是文化上面的問題呢 我們希望能夠提出一些具體的案例 然後讓大家去探討說有沒有可能改變 那但是後來呢 我們並沒有就是在我們原先的計畫去推出一系列的文章 主要是因為說 在公務人員服務法裡面有規定說 未經上級機關何可能不能夠去談論公務上面的事情 那在考級法裡面也有規定說如果洩漏出公務機 你可能會計兩大過年值這樣的狀況 所以當時候 嗯 主員就覺得說 這樣子 會有風險 所以我們後來就沒有做這件事情 但後來 為什麼這本書又會出現 主要是 嗯 我覺得 蠻不捨的就是說 很多的 公務員他很年輕 從學校畢業 進到了政府之後 他就感覺到 嗯 很大的落差 那這個落差有很多原因造成 有可能是他覺得哇 整個制度非常的沒有彈性 那有可能說哇 這個他原本學到專業 結果在這個行政部門的場合裡面 卻不是優先的選擇 很多政治介入的事情發生 那所以 嗯 這些人進到公務門裡面之後呢 隨著時間越來越久 他對政府的期待 就慢慢落空 然後也不知道 呃 怎麼樣去改變 因為沒有管道 現在 呃 我們如果想要對制度 提出 挑戰 是很困難的 基層公務員根本就沒有那樣子的管道 我們不能組工會 那 我們也沒有 呃 也不被允許說 呃 失智去 討論 或是說 公開對 對公共事務的看法 尤其是在職務上面的 那 當然最了解事情的人就是 公務員 他職務本身嘛 那當然 當然我們不能去談論的時候 那那誰能夠造成這樣的改變 所以 這個 這是我這本書的初衷 那 這本書 主要是在探討一些 制度面 的問題 還有 一些 行政文化上面的 呃 的 特殊 特殊現象 那 制度面的問題 當然 當然就是說 人事的 人事制度的不夠靈活 不夠彈性 那 還有 這個 審計制度 他 呃 捆綁得太緊 那 當然還有 研考制度 那研考制度 就是上個禮拜 呃 國發會在林全院長的要求下 他就有做出那個 研考減量的這個辦法 哦 那 那 那 文化上面來講 就是說 很多的 呃 行政部門 他並沒有一個很正向的 討論 跟溝通的 的 氣氛 就是說 長官說了算 哦 那 名義代表說了算 或者是說 跟隨媒體風向 那 這個都會造成說 欸 本來 應該不是這樣做的事情 在 專業判斷不是這樣的事情 他就變成 這樣去做了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的 呃 新的 政治 有很多是跨領域的議題 那這些跨領域的議題呢 必須要不同部門之間合作 但是 大家都知道我們政府的橫向連結是滿差的 那很多時候就是一個案子來 還沒有合作就已經先分工 那這個造成我們很多新時代的議題沒有辦法好好的整合去推動 這個也是一個問題 那 我 另外在第三個章節主要是談到公民參與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在318之後有許多的人 他們 開始關心公共事務 但是他們對政府的運作不是這麼的了解 那 所以 呃 在 溝通上面會造成一些阻礙 因為他們不曉得說制度原來是這麼樣的捆綁公務員 並不是公務員不想去做 而是說被制度真的制約了 那所以這本書也是在 希望跟 呃 這些第三勢力NGO講說 呃 行政部門的運作到底是怎麼運作的 那同時我也想 呃 讓 公務員知道說 這些NGO 因為我本身也有參與NGO工作 我想要讓 呃 政府人員跟NGO呢 有一個 互相理解的基礎上面 然後去做一做出一個更有效的溝通 好 那 嗯 最後我希望 呃 我對這本書的期許是說 這個 呃 出版 的 計畫 並不是一個我書寫的結束 而是 一個改變的開始 好 那我在這邊 呃 也要再呼籲一下就是 監察院的 張院長 跟呃 考試院的補院長 就是說 我們的人事制度 跟我們的 審計制度 真的要做出調整 否則 很多人才進到政府部門 變成人才的分場 那 那麼多的稅金 那麼多的公務資源 進到公務部門裡面 變成了 這個 稅金的分場 就沒有好好的去呃 能夠彈性的運用這些人才 讓人才能夠有發揮 那也不能也讓這些資源 很多都是白白消耗在一些 無關緊要 然後也沒有發揮它永續 呃 永續發展的一種 效果的建設上面 這是我對呃 新政府呃 以及這本書希望能夠做出改變的期待 謝謝